嘉和志在提倡公眾教育並不提供移民顧問服務 加拿大作為一個民主國家 為香港擴大移民配額 嘉和希望以公眾教育協助有志移居的港人去尋找新生活 大家好,今天這個短片想和大家討論 如果你由香港來到加拿大租屋方面有什麼地方要留意 以下的內容包括租客要留意你需要具備什麼條件 讓你可以順利地租到一個地方 另外有關支出預算方面留意的地方 交通配套和室內溫度 其實在加拿大是有一些準則可以參考的 以下內容我會比較集中說在安大略省 例如多倫多GTA的範圍租屋的一些需資 首先說作為一個租客的條件 在加拿大安省這裏 其實法例容許都好像香港那樣 業主在向你租單位的時候 他都可以向你提出你需要交一個月的按金 其實有時實際操作作為一個租客 如果你都希望獲取業主信任你的可能都具備一定的經濟能力 可能你需要一個叫Credit 即是一些信用的證明 或者你工作的一些聘書 Employment letter 或者是一些 量單位去給業主做一個參考 以致他可以評估到你的經濟或者交租的能力 其實另外有時也聽過一種做法 就是可能你剛才來到 我又未找到工作 沒有糧單 未開到戶口 沒有Credit 怎樣去證明好呢? 有時有一種做法是你可以嘗試找第三方 幫你做一個擔保人 又或者還有一種做法 就是有時可能是作為租客 就看看會不會業主是願意 接收多一至兩個月的按金 去讓業主安心一點 但你要留意業主是沒有權向你提出的 另外說到一個支出預算的考慮 其實現在在多倫多的樓市 過去那幾年都是不停地上升的 其實如果你資金有限 你可以考慮是一些Basement單位 Condo Apartment這些的盤 他們相對的價錢會便宜一些 其實我也有留意到 過去2020年 其實在GTA裡面 所有的樓市的盤、住宅盤 都是價錢、樓價和租金都上升 唯獨是Condo或Apartment 他們是稍微跌了2% 所以如果你們來到 想找一個可能價錢是合宜一些的租盤 你們可以亦都嘗試留意一下Condo Apartment的價錢 另外一個都可以留意 安省的政府在2020年也都宣佈了 是不可以在來年 即2021年是向租客加租的 所以其實當你們是要簽租約 或者是調整租金的時候 都可以留意這一點的 說到租屋的時候 可能都要考慮到地點和交通的關係 因為在加拿大GTA裡面 其實有不同的區域 是有不同的公共交通系統的 舉例 其實在City of Toronto 他們是用TTC 但City of Toronto的北面 York Region 他們是用另一個交通系統 簡稱YRT 其實當你要跨區去搭車 你是要付兩次錢 可能你去選租哪個地方 你都要去思考 你將會工作的地點 你經常要去的地方 在哪裡 特別是沒有車的朋友 可能交通配套 都是一個考慮 最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溫度的參考 可能很多人的想法 覺得加拿大是一個比較冷的地方 如果一個單位沒有冷氣 不是問題 但其實這個想法 不是太正確的 其實加拿大的夏天 那個熱的程度 我自己的感受 都覺得不會比香港涼快的 即有時熱起上來 都挺熱一下的 那幾個小時 那其實如果你特別 你租的地方 如果不是basement 可能是地面上的單位 你都要留意一下 會不會有冷氣的配套 其實因為加拿大 是一個四季分明的地方 冬天可以很冷 可以去到二三四十度都可以 在熱天的時候 亦都可以是三十度以上的氣溫 亦都是很熱 都會覺得挺辛苦的 那其實政府是有一個法例 是定了 在叫做夏天的時候 是規定室內的溫度 是不可以高過二十六度 那又或者是冬天的時候 其實那個溫度 又不可以低過二十一度 那假使你來到加拿大 租地方住 你發覺你住的地方 為什麼那個溫度 是一個室內地方 不是剛才所說的一個合宜溫度 其實你有權跟業主聊 是要求他要付一個 正確的溫度的地方給你 例如這樣說 如果在冬天 因為室內地方太冷 你需要開暖爐的時候 假設那個單位的電費是由你自己承擔 其實你都可以是跟業主聊 其實你經過跟業主協商 他都沒有作出改善的話 你可以是致電311 是向政府去投訴 或者要求調查 有關一些租客的權利的資訊 大家可以參考一個網站 就是Advocacy Center for Tenants Ontario 簡稱ACTO OK